今天我们来讲这个经典惊悚片回顾 我们先挑这部电影叫做发条橘子 那为什么发条橘子非常适合拿来讨论呢 因为在当下的氛围 再加上那个导演的创作历程 以及演员的表现 再加上他跟社会学跟心理学都有非常多的连结 所以我们现在邀请到郑医师我们来谈一下 你印象中的发条橘子还有发条橘子给你的启示吧 发条橘子最近我又把它看了一遍 但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以前是在那个 以前是在那种KTV 就是MTV嘛 以前叫MTV不叫KTV 叫MTV里面看的 我还记得MTV里面那个地毯 然后烟味啊对不对 然后反正就是在那个 反正那个时代我们如果要看一些比较偏的片子 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去一些比较特别的MTV的店 有一些就是在书上面介绍 但是你已经很难去找到的片子 好那那时候我记得我就是在那里看 另外有一个 我现在稍微回顾一下我学生时代 还在大学那时候 另外一个怎么样去看过去这些大 这是比较经典的这些大片 或者是我们讲得奖的艺术片 我们都会去重庆南路 然后重庆南 秋海棠 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 他就有卖那个 VHS 对对对 然后就去那边开始翻 我说天哪 哇怎么那么多 那么多鬼东西可以看 哇那 而且他卖很贵我记得 是 对 因为那个片源不易嘛 而且他画质其实还不错 他大概都是从那个L 那个最大张的 LD 对LD上面转录下来 LD那时候刚出来 对 然后我们要想办法去 租一张LD来看 或者是 反正就是非常的搞刚 所以他抓准了你这种 你要找到这么好的片源 其实也不容易 所以他卖得蛮贵的 对对 但是有时候 那个老板其实他片子 他自己都有看过 所以 有有有他真的有 你可以跟他讨论 这么厉害 对你可以跟他讨论 就是说 这个 就是说我看哪一部片不错 然后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导演哪一部 你觉得可以跟我介绍 你可以跟他聊 那个老板其实很懂电影 而且他就在等着你跟他聊 他那个眼睛就在 在旁边闪 观察 一闪一闪 就是说 看你这个是不是 懂不懂的 跟真正的行家的我 交换一下意见 因为这些片子 其实 绝大部分他已经都看过了 而且他都 还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 所以 我那时候后来去买的时候 我们就是喜欢跟他聊一下 他有时候 没有摆在上面 他会从他下面拿一些 库存 空间 或是最近刚考好的 然后有一些比较 行啊来 他就是跟我预定的 然后我有特别留一两个 然后就在等这个行家来问我 他才会把它翻出来 对 这个讲得出秋海棠 这个关键字的话 表示郑医师是真正的文青 如果说那个比较年轻的观众不了解的话 可以去看 柯在你心底的名字 他里面那个有一场戏就是 他们去KTV 去MTV看电影嘛 对 对那个里面不是 其中一个人就说 他那个长大要当导演吗 所以就看很多艺术片 然后就在那个 在那个MTV里面 就是那也是蛮重要的一场戏 是 所以MTV是 其实是以前这个文青 这个必然 一定会去那个 朝圣的场所 既然是这样子 你当时是 什么样的机缘 会想要找这部电影来看 这部哦 这部发条举止 是我们那个 我记得我那 在大学的时候 有一些损友 然后那个 我们都喜欢看电影 那他们就是 也会去外面听一些讲座 听一些讲座就会介绍 我们去看一些电影 你们说是镜片耶 要看他的那个途径很少耶 对 但是 那是民国几年啦 你那时候看的时候 因为应该上映一阵子了 我那时候 你看一下时间表是19几年 1971年 1971年 对你看 我们两个都还没出生耶 那时候 对 可是就是 那个 我在 就是看的电影 就是开始看这些比较 非院线片 然后过去的这种 我们讲 景点片 不管他有没有被禁 那个都是在 大学的时候 大一大二大三 你大学应该是198788嘛 对不对 就是他不是心底名字 那时候的年代 对对对 哦 哇塞 那不简单耶 你刚讲的那秋海棠 我是没有去过 但你觉得听起来 怎么那么像水准书局啊 我大概讲解一下 他那个刚才 刚才郑医师讲的秋海棠 他的那个摊位的位置 就是在马可菠萝面包旁边 那马可菠萝面包 现在其实也搬了 搬到那个博爱路去了 对 反正他是在corner 一个corner那边 对他在一个corner 然后呢 所以是临时摊位 对不对 不是 他摆很久 对他摆很久 大家都知道去那边 那那个 我不晓得 我不记得是同时 还是说后来 就是我也有去过他的店面 是一个楼上的小空间 那是后来的 那是后来的 好 那那个看样子 反正那个地方是寻宝的圣地就对 那那时候为什么他会推荐你看发条橘子呢 第一个我知道他是镜片 但是就是 那个 他被镜了蛮久的 我记得近了快三十年 可是你知道文青就是对于 他21世纪以后在捷径的 我们文青看电影的话就是对于那些越是被禁的片 我们就是越想要去了解他为什么被禁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会去就是秋海棠那边找一些 但是这部片子其实我不是在秋海棠那边买的 我是去一家信义路那边那家也是很特别 就是他有很多的这种艺术片 然后我那时候看到 哇靠发条橘子 我马上就给他出来看 好那我反正我那时候看完 那时候还笑蕾 好那我记得最清楚的反正就是 他在跟他行为治疗的时候 眼睛要整个给他撑开啊 然后就让他去看一些 那最后整个就是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讨论 好但是我觉得就是聊一些我们以前怎么样看电影 跟现在这种串流时代 影音串流时代 你要看电影变得非常方便 我觉得就是完全不同的 氛围 对然后那种趣味也不一样 因为以前你为了要去找一部片子 你好像有时候就是你得要费尽千辛万苦 然后去挖到宝那种感觉 好那我还记得因为我念的是国防医学院 我把片子比如说把那个VHS买回去以后 我们在那个就是学校里面 你猜怎么看 就搬机器 我们自己买了小电视 然后买了那个VHS的那个放映的 好然后放在我们的内部柜里面 好然后就是大家约好那个几点 我们今天晚上几点 然后我们要看哪一部 好那就大家那个放了 就是约那几个同号过来 啊就开始看 好然后后来比较那个赶一点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层楼 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类似中山市那种 那边也可以放 我们就是反正我们就是第一个有自己的设备 不然就是中山市没人的时候 我们就是偷跑去放 好那最后呢更厉害 我们以前那个国防医学院还在公馆院区 我们里面有一个交仪厅 这个就别人外人完全不知道 我们那个交仪厅的老板 是焦雄平的弟弟 真的唱的超厉害耶 你知道他有一个弟弟吗 我不知道耶 他弟弟就在那边开交仪厅 然后他里面那个设备 他那时候就有投影的设备 然后里面就可以放LD 而且他那时候就会去找一些那个一些骗子 然后我们常常就是在那个教育厅里面流连忘返 我们后来跟他聊天 那他才那个就是 他说他老姐是那个焦雄平 他跟他老姐就是买哈怎样 那你猜那个 沙朗史东演的那个第六感那个 Basic Instinct 我在哪里看你知道 就在那边看 没有我在他家看的 那时候还没有上院线的时候 然后他就拿个VHS 然后在他们家放 然后放给我们看 放没有字幕的 超嗨啊 根本不需要字幕的一部片子 根本就是去看有毛片的嘛 反正就是 有毛片啊 从最前面就开始有毛了 我就今天这个讲发辣举止就想到我 我全身时代那个看电影的背景 那教育厅基本上一般白天就是 就是很正常的教育厅 然后但是到了那个晚上 老板就会开始 而且有时候就会跟我们讲要放什么 然后就是叫我们那个 早一点到啊 大家就是比如说教一碗牛肉面 就是从头那边把电影看完 而且他那时候就是 因为他 他们家都是搞电影的 他自己也喜欢看电影 他我记得他 除了他姐姐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在那个 好像也是就是片商的公司 那个老板家里有个房间塞满的那种 就是VHS 就是很多那个片子一进来 他们自己要先去看一下 因为以前很多片子有些那个部分不移的 都要自己先剪掉嘛 所以他们自己都会先看 好反正我们今天在正式进入发辣举止之前 我们就就是讲了一下 过去那个以前看电影的氛围 还有就是我自己个人一些 就是学生时代这种 自诩文青的这种 看电影的背景 但我觉得发辣举止这一部 有很多可以讨论的 我们等一下可以从那个精神医学 或是心理学开始讨论 但是我这一次再 再重新review一下 我觉得就是感想感触 我觉得会比较多一点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好好讨论一下 好那个 郑医师刚才提到 国防医学院的交易厅 我想那个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 也要麻烦郑医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在那个交易厅看了哪些电影 非常好奇那个片单是什么 OK好那我们回到这部片子 我们现在酷杯立刻 讲到酷杯立刻你会想到什么 他是虐待狂啊 然后再加上他就是离经叛道 然后会去挑战其他人不敢呈现的影像作品 例如说我应该看第一部电影就是鬼店 然后鬼店那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老师就是文天祥 因为我那个念福大嘛 所以你刚刚讲那些经历 其实我们也经历过 我们那时候图书馆就随便你看了 然后一年只收 会费一千两百块 然后随便你租随便你看 所以那时候我们下课 没事干我就可以看到半夜 有镜片吗 当然有啊什么都有耶 福大最厉害的就是影剧系啊 大船那时候叫大船系 所以你要看什么都可以给你看 然后甚至于都不用租金也不用什么 就是会费一千两百块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 我应该是大一的时候就毛起来看 因为那时候我参加电影研究社 后来就被指明一定要分析这个鬼店 所以我鬼店那时候 应该第一次就看了三遍了 看了之后我还写报告 然后还登台去分析 那时候我一天想觉得 你应该念错系 你应该念法律系 但是我觉得整个看完之后 我的感想是这个导演很不简单 他可以把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事情 把它无限的扩大 然后不停的脑补脑补 然后把一个最糟糕的结局告诉你 所以那时候我可以想象 接下来他所有电影 我应该都要去追 后来就开始去回溯 第二部片就是去看发条橘子 那时候其实外面是找不到这个片子 但是文天祥老师 就会让我们看发条橘子 所以我那时候看 应该是19岁的时候看的 看不太懂啊 第一次真的不太了解他要干嘛 应该什么时候才看懂 应该是到30岁的时候才看懂的 30岁他已经解除镜片了 然后那时候就是去买了VCD 回家又看了两次 后来才发现原来他是在做社会实验 那时候我的感觉是 就是一个实验 然后尤其是中间那个暴力画面 那时候是快转的嘛 就是他就会去路边去打游民啊 然后跟妓女乱搞那段全部都快转 然后甚至于他那个 那那一段 我就觉得哇太厉害了 这个人真的导演有病 连那个演员都是疯子这样 然后后来因为我们知道那个 Milk Mcdowell 对 他那时候是黏那个假睫毛 他只有黏一边 然后我事后是看到那个专访 导演是说 你想办法让自己迪金判道一点 他就故意把那个睫毛只黏一只眼睛 后来导演说 你这造型超屌的 所以大家就是看那个发条局的海报 就只记得那一只眼睛这样子 然后后来这个演员呢 其实这个角色让他有点困扰 因为后来演的角色都不是很正常 还去演的那个什么罗马颤秦史 非常有名的暴君 然后我就觉得 啊天啊这个演员真是有病 他是不是本身有在杀人吃人肉啊 所以有时候演员很怕一部片子 然后因为让人家印象深刻 反而就定型了 对不对 我们来讲一下那个 发条局这部电影 他的整个的剧情 他是在讲说 Alex他就是我们的主角 那他其实是一个无恶不作的那个青少年 那跟他的朋友们就是四处的为非作呆 那有一天呢在一个下雨的夜晚吧 他们就潜入了这个郊区一个看起来非常厉害的豪宅里面 看到这个屋主是一个老人 对那还有他的年轻貌美的太太就起色心这样子 然后就攻击这个太太这样子 然后就把这家洗劫一空 屋主受到重伤 因为他们实在是做太多坏事了 所以呢 于是就被就被抓起来 然后就到监狱里头服刑 在服刑期间他就是一副乖乖牌的样子 就是帮助监狱里头的牧师 讲道啊什么的 就是表现还蛮良好的 所以后来呢就有人提出一个方案 然后这个方案呢就是请那个监狱里头的受刑人 接受特殊的疗法 看他的行为会不会变得很良好 那如果良好的话就可以提早结束服刑 然后就是直接出狱这样子 那当然Alex就觉得说 哦 机不可施 所以呢他就接受了这个疗法 结果没想到呢 这个疗法他是这样子的 就是让他看一堆暴力色情的电影 那Alice刚开始的时候很开心 可是看到后来呢 他就渐渐觉得说 哦 已经很多了 不要让我再看 那这个时候监狱就觉得说 不行你还是要看哦 就是这个疗法的本质 就是让你过度的暴露在这些暴力色情的影片里头 然后让你产生反感 所以到后来 Alice制咬的结果就是 他只要看到暴力色情的东西 然后有为非坐在念头的时候呢 他就会呕吐 然后就会觉得恶心 然后觉得很受不了 御方就看他说 哎 这个治疗的成果非常的良好 就把他放回人间了这样子 他就当然去看他以前 这些一起为非坐在的朋友们 结果没想到这些人 已经变成警察了 已经变执法者了 然后就反过来虐待Alice 因为他们都知道说Alice他现在 就是只要接触到这些不好的东西 他就会就会 整个人虚弱无力 然后就玩他 他就正好被那个一个人救起来 这个人呢 其实是一个政治人物 他就一直反对这样子的行为疗法 那所以这也变成是他的政治主张 那他看到Alice之后呢 就心中窃喜就觉得说 哇 这个是政府实验的失败品 那个一定要把他 就是好好的拿来做宣传 结果没想到一看呢 原来这个人就是当初到他家打劫 然后把他的太太杀掉的那个二少 所以其实这个政治人物就是当年那个屋主 那所以这个屋主就觉得说好太好了 那我要把你那个好好利用一番 就把他收留他 但是呢 在他休息的时候 就放那个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去 那所以Alice他又觉得说 可不可以停止这一切 然后他就跳楼了 对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屋主的报复 他又被对方的那个政敌又拿去了 就说哇 你看这个多么可怜什么的 所以就给他做最好的这个治疗 然后让他住最高等的病房 结果电影的结尾就是Alice 他就说我又完全康复了 就是脑子里头一直有那个抽插 然后跟女人修感的画面 但是他完全再也不会恶心的 就是觉得说哦 我又又达到高潮 很开心这样子 就是是一部非常可怕的电影 好 我们先那个心理学跟精神 或是精神科方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部电影的基本上他们那一群 大概真的两三个 就是那种我们讲的 anti-social 就是反社会 好 那他就是 你看一下即便他这部电影到后面 他经过的这些也非常 我们看起来非常深入的行为治疗之后 可是你看他脑袋的第一个想法 他还是要去做一些比较 我们认为比较反社会的事情 我们先厘清一下什么叫反社会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反社会这些人他就是做了一些 你觉得非常冷血非常残忍 然后非常 泯灭人性的事情 可是他们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而且他不会觉得怎么样 那我问一下他那个名字跟Sociopath 有什么差别 还是是一样的东西 Social Social Path就是反社会者 不一样 还是一个是学名 一个是形容词 反社会者我会觉得就是 他们是基本上有一些 比如说他有一些中心思想 他觉得他理想的 比如说社会制度 或是理想的国家机器应该是怎么样 可是他现在看的环境不是这样子 反社会人格者就是他没有什么一些中心思想 反正这个人他出来的一些想法 然后他的一些认知 他就是会去干这一些 你觉得杀猫杀狗 你怎么可以杀的这样理所当然 而且他杀完以后他还会有一种快感 他想继续再杀 所以那种人是原生性的吗 对他是原生性的 几乎都原生性的 那会跟遗传有关吗 不见得 其实很多他们家人其实没有这种倾向 但他们自己就会有 那就是这种人很难 就是你很难去矫正 曾经有一本书是不是叫做 百分之四的人毫无良知 我该怎么办 是上周出版的 是2007年的书 那这本书呢 他主要就是在讲反社会人格这件事情 好 反正基本上我们就是真的有些人他就是这样子 他生下来 好 就是个坏胚子 好 那没有人教他这样子 即便你教他 然后他以后他到了大 没有人管他的时候 他就是要这样子干 所以你看在这个片子前面 基本上他们都在做什么事情 如果你知道反社会人格者 不是反社会人格者 你知道反社会人格异常的人就是会这样子 那你看前面的那些铺陈 你就不会觉得很奇怪 你就知道他就在演这个反社会人格 这些病态的人 然后他们平常会干什么事情 他就真的会去把人家那个家里敲开啊 然后或是就是进去 然后对 拿游民啊 对啊 或是就是去把人家东西破坏 然后就是去抢人家东西 然后他觉得不会怎么样 而且他以此为乐 对啊 经营掳掠了 对对 那一般我们就觉得 只要有良知 的人就是怎么能见荣于这种事情 但是对他们来讲 他就是他一生下来 那个良知好像就不知道被什么吃掉一样 所以这些人 他 进了这种 不管是进了监狱或是矫正机构 其实大本来讲还是很难 就是把他拉回来 好 所以这部电影的铺陈就是 对这些人怎么办 那前面他说先用宗教嘛 对不对 好 那宗教 他 就是把他搞了半天 可是他只是外表看起来顺从 好 那外表看起来他都会去帮那个神父 做一些就是 帮助这个神父 然后去这个 对其他的犯人再教育 可是 我们看那个导演很有趣哦 就是当 就是有一些刺激进来的时候 他第一个想到的还是都是那些反社会 人格异常的人会干的事情 好 而且神父 他在问神父的意见的时候 就是有这种新的改善方案进来的时候 好 那他问神父的意见 神父其实给他讲的很清楚 就是 你去做了这种新的东西 可是 你失去了一个 就是人 他最可贵的 就是他可以选择 就是我选择 要做 什么样的行为 为什么我要做那样的行为 因为我的出发点是什么 你失去了你的选择 好 这个最后他在强调就是说 一个人最可贵的是 一旦他没办法选择的时候 然后他 就是像狗像猫一样被制约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是最惨的 虽然他后面有点戏虐了 可是他里面其实我觉得库贝利克 他那时候要针对这个当时 在那个时代背景也是行为治疗 他开始起来的时候 Skinner嘛 就是大家知道 这个行为 就是心理学 行为学派的这个大师 他就说 反正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 反正我只要把你搞到 就是 你只要那个出现 我要的行为 我就给你reward 我就给你奖赏 你只要出现一些 我不要你出现的行为 你马上就会受到惩罚 我不管你心里服不服 你心里干不干 你完全就是照我的模式这样子走 那所以他叫 我觉得那部电影 就是行为主义的乌托邦 我记得有本书 是这个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就是 基本上 行为治疗 他希望 他希望建构的就是 那样的一个世界 可是 我觉得这个导演 对于 就是行为治疗 或是行为制约这件事情 他其实是 不赞同的 他会说 你当然有你的效果 可是事实上 就是这后面 荒谬的地方 在就是说 你失去了自己 可以选择的 那我们请大家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你去留意一下 库贝利科其实最 除了他导演的功力之外 他说故事的功力之外 他还有个很厉害的功力 就是他很会做背景 还有道具 那些背景跟道具 在里面干嘛 他那时候叫IBM投资 他那部电影 然后IBM说 好啊可以啊 结果库贝利科自己表自己 他说你知道 这里面其实在讲 电脑发疯 那IBM就撤资了 神经病 是 没有就是那个 围绕在2001太空漫游 这部电影 诸多谜团 到现在都还是 就是为人津津乐道 那其中一个就是 他们在讲说 里面的那个电脑 HAL HAL 就是IBM的 前一个字母 对不对 对 那那个有人就说 你是不是在暗骂IBM 然后他们就 没有没有 我们都没有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 2001太空漫游 就是像刚才 郑医师讲的 就是里面那些道具 什么的 就是库伯利科 完全不假手他人 他甚至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 拍完2001太空漫游之后 这些道具 全部都销毁 因为他不希望人家 不希望在别的电影里头 看到他的那个 看到他的道具 又被回收利用 这样子 那所以就是 一直有流传 就是说 其实有 没有销毁掉的东西 偷偷出现在 星际大战的电影里头 有人这样谣传啦 但是反正那个 不管怎么样 就是只是 这些传闻 只是更神话 2001太空漫游的 影史地位而已 即便在 发条举止里面 其实很多也都是 他自己做的 你看他那很夸张 有个屌 他那边摇来摇去 那个 然后再拿来那个 就是 他拿来砸 那个被害人 其中一个被害人 包括那个桌子嘛 然后有那个美女 大家我不知道 有没有印象 对不对 那个其实都是他自己 就是发想出来 然后应该不是就是全部自己做 可是就是他那个图都是自己画 然后他在请人把他那个做出来 所以库贝利克他是一个 有人说他其实是某种程度来讲 还是一个艺术家 你要想说当年1971年的技术 可以把那个场景弄得那么美 而且还是对称的 对啊 就觉得说 势必有点 威斯安德森也在自尽 但我其实因为 有些人不太喜欢说 你在说致敬 但我觉得说 光是1971年那个美学 库伯利克的发条举止 就是划时代的贡献了啦 你要想那个电影 其实那时候上映 根本没有办法播欸 对啊 好像播了 应该差不多三到四个影厅 就被要求不能放了 你看多可惜 其实库伯利克 他一生最大的痛 就是这部片 没有让更多人了解 那时候被禁的原因是什么 被禁 你看1971年是什么样的氛围 那时候充满了暗杀欸 然后充满了 比如说像是嬉皮啊 示威抗议啊 社会是很动荡的 他觉得这部电影 你在歌颂暴力啊 所以不能放 他没有歌颂暴力 但是不懂的人 就觉得他是歌颂暴力 他事实上是在提醒 就是说 真的有一群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好 那 他就了解这样的人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处理 那你只能用 我们唯一想到就是 你用行为制约这个方法 去处理他 那个时候其实因为 非常多新鲜的毒品 那些毒品是没有办法被控制的 因为从实验室一直合成出来 所以里面那个milk bar 就是暗示是在吸毒的 是没错 再加上库伯利克本身 个人他又是一个强烈的控制狂 他自己 其实一直有说 他在抑郁他的精神问题 他真的折腾了周遭所有的人 因为其实蛮多跟他合作过的人 都是恶梦一场 不会再合作了 所以在那部电影里面 其实很多人都是问 Milkom Mcdowell 他说你怎么有办法去接受 那样子的拍摄环境 他说那时候年纪还小 他无法理解 可是他后来跟他合作的演员 其实都是中年 大概差不多40岁上下了 更不用讲那时候的 阿堂哥参与他最后一部电影 拍完之后真的就跟妮可今晚就拆火了 因为他那个就是听说跟他合作过的人 到最后自己精神病会 走起来 那其实你刚刚讲的 Social Pass 还有另外一部电影 是近期才上映 叫凯文怎么了 那部电影其实也蛮受瞩目的 因为那一年Tilda Swindon 他拿了好像威尼斯影展影后吧 他就是生下来一个 就是反社会人格的儿子 而且那小孩最后就是去犯了 校园杀人事件 那是真实事件改编的 他先杀了父母跟妹妹 然后再去学校杀了所有同学 然后最后是妈妈去监狱 问这个儿子你怎么了 他说是打从娘摊 你就不要我 所以我在想说像这样的人 你刚刚讲可能是天生的 会不会也有一些原生性的问题 比如说他是不是跟母子会感应 还是因为有什么样东西就诱发 他会变成这样的人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想 怎么样预防治疗 因为真的蛮可怕的 因为整部电影过来 当然蛮多环节可以讨论 但我觉得我们这个电影应该算是 我们这个节目算是比较初步的分析 你觉得呢 怎么样避免生出这样的小孩 还是怎么样预防 我想就是如果以实际的案例 国内大家还算就是蛮有印象 就是郑洁之前 他就是标准的反社会人格异常 而且他说他在年纪还蛮小的时候 他就想要干这种事情 后来他被处死 小灯泡的妈妈 他那时候有出来 就是稍微抱怨一下 他说太可惜了 他的意思是什么 没有好好分析 就是你没有把这么好的一个case 你没有study 那你没有study 你就不知道以后 类似像正结的这个人 如果出来 你怎么样有办法预先的知道 这个人就是以后会变正结 那你有没有办法在 就是在他还没有干出这种事情之前 第一个先recognize 先把他找出来 第二个有机会去帮助他 然后不要让他再干这种事情 所以那时候 他对于就是只想把他处食 但是没有好好的去study 这样的一个case 他觉得很可惜 那在我们的学体上面 其实也搞不清楚 那除了有一本书叫 营养力量里面 他有提到 有一些反社会 人格 异常的人 他们事实上 有一种体质 就是他的 心会比同还高 就是他心理质比同高 可是其他的部分 我觉得可能还要 也许那个基因方面 如果研究的更好一点 也许有些人 他先天就带什么基因 所以他的一些思考 他就跟别人比较不一样 而且他的那种 比较同理的部分 就非常的薄弱 或是几乎没有 所以他才能干这种事情 好 那因为其实像这样 案例在世界各国 多多少少都曾经发生过 其实不少 对 因为像在日本 我们上次他那个座谈会 那个法官就特别提到 一个是比较强为鬼斗少年A 他就是在12岁的时候 还是14岁 就杀死了非常小的小孩 而且是把头剁掉 然后在他之前 是在英国发生了 一个6岁跟一个8岁的 杀掉1岁多的小男孩 想说小孩子会做这样的事情 匪夷所思 但是有的人可能天生就是这样子 他有一种愤怒 而且愤怒他会扩大他 扩大他就觉得 非要干出一份大事业不可 然后就会做这样的事情 这一阵子刚好有一部电影 是叫母子情节 节略的节 然后里面那个妈妈 也是这样的人 不但不负责任 最后要不到钱 就唆使小孩去杀掉外祖父母 所以我觉得刚刚曾医师讲的 会让人发人身心 周遭如果有这样的人出现 那当然我们的警示音 什么时候想起呢 我想要了解这件事情 例如说像刚刚提到正洁 其实他的同学一直很懊悔 因为那时候他有跟他同学 讲过类似的言论 他说他就非得要宰掉几个人不可 然后甚至也要要同学 跟他一起去买刀子 就变成说事件发生之后 周遭的人就觉得 那个警示音想起我怎么没有做进一步动作 就会开始会自怨自爱 那我想要请教是说事先的预防 还有事中跟事后 我们该怎么自持呢 如果我们周边有这样的人 就是要鼓励他 就是想办法 就是用拐用骗啊 用强迫的 就是要想办法让他至少接受一些评估跟治疗 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们一般的功能也不是很差 我们很多是 为什么很多精神疾病他需要预防 是因为他的功能变得很差 他没办法自我照顾 或是说他没办法去上学 他没办法有正常的 原来有这种社交互动 那他后来变得比较没有办法 对不对 或者是说 他原来跟家人相处好好的 现在就是都不跟家人讲话 他还不跟人家赖 原来会玩线上游戏 现在也不玩 就他功能变得很差 可是这些反社会人格 异常的人 微常的人 你去看 其实他一般的功能 其实还不算差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PD 就是Personality Disorder 性格异常或人格异常 他在精神科的这些 精神疾病的诊断里面 有时候我们自己 专业人士 都会说 这个区块是 Psychiatric Cancer 意思就是说 没有办法去处理 你要处理是在于你有insight 就是你承认你有状况 你需要帮忙 或是你需要治疗 对问题是 这些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这些反社会人格为常的人 基本上他们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但是他说要去 想要去杀几个人 要去干什么大事 要找同学去买刀 他的同学那时候 如果他对这方面他是有了解 这时候他可以赶快跟学校的辅导师联络 有联络 但他就不去 现在这种问题就是一直会发生 他觉得那个辅导师可以帮到他 因为他之前其实没有前科 没有 他就只有被 好像国防学校退学 对 他想要玩枪 对 但那也不是前科 他没有真的 就是真的拿到枪 然后犯了什么案子 有一个前科 所以他没有前科 像这种没有前科的 而且他功能还算正常的 如果以现在的精神卫生法 你没有办法去强迫他接受治疗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自己可以的话 你离这样的人远一点 当然就是他们的对象 不见得会针对你啦 因为他们 就是像正洁他去挑的这些人 他一个都不认识 他就是随机嘛 蛮多电影在讲这个 因为其实那时候 刚好有一部片叫Omen 天魔也是在讲这个 不过他当时衍生的比较神怪 他认为他就是撒旦的后裔啦 是 666嘛 那个片子很多人都看过 所以像这样子的反社会人格者呢 他会融入到人间 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个人 下一个时间会爆炸 所以那 其实因为麦嫂看了蛮多 像类似这样的分析的片子 就是叫大家提高警觉啦 因为有可能他的犯罪 不一定是到暴力型的 有可能就是 潜移默化世的精神虐待 那也可能是反社会人格者啊 是 所以我们从这部电影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点人性的光辉嘛 我们还是要让大家有一点光辉嘛 像我去年看完阳光普照 很多人跟我说 哪有阳光 好可怜哦 你看他儿子什么 我说你都没有看到导演 要告诉你的光辉在哪边 所以我们再回到像金马奖前几天班晚 他颁给一个很光辉的电影 我觉得至少我几个提名片里面 他算是光辉的 好那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发酵橘子 你会看到什么光辉面吗 其实我觉得导演在看 就是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其实大部分来讲 他是蛮负面的 他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 他没有任何这种光明面要告诉你 他只是告诉你 就是有这种人存在 那现在我们唯一 好像可以处理他的方式 叫行为制约 行为疗法 但是这个疗法 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本性 其实他对于就是这样的人的存在 然后处理他的方式 基本上他要呈现的就是失望两个字 对他其实没有在这里面有 就是一些光辉 那我觉得如果他自己有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在里面电影出现 我觉得比较像神父 就是那个比较像他自己想要发声的一个 就是角色在里面替他发声 其他我觉得这部电影 他没有太多的光辉 但是他让很多人 就是对于贝多芬九号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那我来告诉大家 这个发条举止的光辉面在哪里 在书里头 真的 这个是一个永恒的公案 就说那个我们现在在看发条举止 这部电影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他很黑暗嘛 然后有暴力啊什么的 这样子 那但是其实 他有一个隐藏的结局是在书里头 电影改编的时候 其实跟书是完全不一样的结局 那在书 大家可以去看 因为台湾那个 这个原著的这一本书 其实再版了很多次 那在书里头呢 其实最后 Alex他接受治疗 又回复暴力本性之后 他就有去 就是因为一些因缘忌讳 对然后就接触到以前跟他一起在那边为非作歹的朋友们 然后结果发现 其实他们都步上一般人的轨道 那我想那个如果看过这部片子的人应该也会蛮有印象 就是说在前面啊 他们一起行动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些人 他们会做一些坏事是Alex在鼓动他们的 没错就是他被他们影响 对没错 如果他自己单单独的话 他也不会去想干这种事情 对对 所以就变成说这个Alex他虽然已经回复他那个选择为恶的本性了 但他看了他的同学们 他的朋友们 是这样子的结局 他后来也就是深刻思考之后 他也渐渐的向善了 这个是书里的光明面哦 对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看书跟看电影的时候 其实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那我觉得电影为什么会导出这样子的结局 我觉得他其实不是在讲人性或者是为恶或者是选择的问题 他讲的一个事情是 如果道德变成集权政府的工具 的统治工具 我觉得其实他是比较属于批判这样子的一个类型 批判政治的这样子的一个类型 所以他到最后就是非常讽刺的是 他是就是Alex的死敌 就把他用一个行为治疗的方式 把他变成自己的宣传工具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非常讽刺 而且这也是我一直觉得 我为什么会喜欢库博利克 就是我觉得他的批判性是很强的 当然到后面他就是人家的一个棋子嘛 就是不管他是接受这个行为疗法 或者是说他后来变成那个 就是那个政敌 对对 就是另外一个宣传的样板 证明他失败了 对他就是一个棋子 但我还是提醒大家 就是道德其实跟集权 我觉得就是要把它分开了 就是道德是必要的 就是说因为道德的最后一道关卡就是法律 那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 因为你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大家就不要好好生活了 我随便为二我都没事嘛 当助理法院在修法的时候 针对于这种累进处狱呢 有做了蛮多的讨论 里面就有提到发条举止 他说你要怎么样证明这个人已经好了 因为以前就是你行期起码就可以出来 但如果是类似像这种法院认定 你必须要接受治疗 要治疗到好才能出狱 你要怎么样认定他好了 就很奇怪嘛 因为现在我们还是有死刑的 所以刚才不要治疗 就几颗子弹让他死比较快 就会变得有这个问题 你看郑杰就是这样 子弹给他他就挂了嘛 那时候法务部长说到这句话 他说他是现情犯啊 没有任何争议啊 就算他现在还在上述救济中 但是改变不了事实啊 所以就刚好就一颗子弹给他死 就拯救了政治人物的民调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说 其实整个制度面的暴力 可能就是更可怕的暴力 70年代很多部电影哦 例如说像是《午夜牛郎》 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可以讨论 不过因为他知名度比较低一点 知名度比较高一点的呢 就是我们下一集要谈论的《鬼店》 也是库伯利克导演的作品 再来还有下一部 也是同样一个男主角 Jack Nicholson的《飞越杜鹃窝窝》 我觉得这在什么样的年代来 讨论都非常有意义啦 那很感谢郑医师 今天我们讲了那么多 很深入浅出的分析 那也希望说我们听众朋友们 如果有Netflix频道的话 有这个账号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片子 我们再说一遍 就是Clocked Orange 那时候我们一开始觉得 里面有出现橘子吗 橘子在哪里啊 有吗你有看到橘子 我解释一下 它这个发条橘子这个的来源 它的意思是说 橘子看起来鲜艳多汁 很新鲜 但是其实测动它 测动它动或不动 其实是发条 这是一个机械性的反应 所以其实发条橘子 就是在指Alex 像Alex这样子的青少年 他看起来好像青春正艳 然后呢 意气勃发 但是其实你不知道 背后测动它的是 什么样子的一个机制 或许是他到最后 就是被政治人物所利用 又或者是说 他之前被他的一些心理机制 所控制 所以导致他做出那些可怕的行为 所以发条橘子这个名字是这样子来的 对 那我可以顺便那个解释一下 就是这个伯吉斯 就这个援助者 援助者 他其实在建构这个发条橘子 这个社会的时候 他用了很多从俄国来的一些语言 比如说像那个他里面那个酒吧 叫做Moloco Moloco就是俄文里面的牛奶的意思 对 那所以他就是想要用这种看起来很天真无邪的东西 但是其实呢 那个 其实我们刚才有讨论过 那个是暗指毒品吗 那还有就是像说 那个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也是 就是说他看起来是很热情澎湃的 但是在这里面就把他当成是这个Alice的暴力的浅奏 Alice他在奏人的时候 他不是唱那个 Sing in the Rain吗 对 这个其实是那个演员本人 他的神来一笔 对 是他的即兴 然后导致就是之后 那个原唱者 那个金凯瑞碰到他的时候 就愤而 金凯莉 对 转头离去这样子 是 已经亵渎了我的那个金铁名曲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 发条举子里面 有很多这样子的 就是说一个符号 但是是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他 解读他 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可以 隐为借鉴 我觉得我刚提到 无论是什么年代 或是什么样的所学背景 其实可以在一个比较 情绪缓和的状态之下看这部片 你不要跟我那时候 很想打你家老公 或者孩子的时候看这部片 千万不要 他可能会变成那个trigger 这样子就会炸掉了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接下来选的这几部电影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说 你看已经隔了那么多年了 就算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下书店 去买那个VCD 网路上其实都可以找得到合法的片源 可以再重温这部片子给你的感动 像我其实我看完发展局之后 我真的是到处问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很多老师说 其实你年纪到你就会懂 几乎都这样告诉我 那他不然就告诉我说 其实你就是尽你所能 你能改变一个人就可以改变到很多人 你这样想就好了 因为其实整个电影他没有告诉你结论 怎么改变啊 怎么救啊什么的 但郑医师其实 你是很提倡说 其实真的不要用药物的 但是其实很多人就说 那像那个飞越杜鹃窝 就把他做脑白夜切除 把他变成一个植物人 不就好了吗 你干嘛治他 你花那么多力气 他还是没有用 你就让他变成无行为能力就好 但这是一个唯一解决之道吗 现在我们崇尚人犬 也不能动不动把人搞成植物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讨论这部电影就是说 40多年前是用那样子的语意 来拍这部电影 那40多年后 进入到现代 现在末世好像还没结束 我们该怎么样找到人性的光辉 麦嫂节目真是希望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光辉面的 那今天很感谢我们邀请郑医师 那我们跟大家拜拜咯 我是麦嫂 我是郑医师 我是卢卡 好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